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于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震撼性改革计划 他打算对联邦最高法院进行重大变革 包括将大法官的终身任期限制为18年 并每两年任命一名新大法官 这些提案旨在解决最高法院的信任危机 避免司法权力的过度集中 并提高法院的透明度和问责性 尽管共和党人强烈反对 并称这些提案注定失败 但拜登表示他将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些改革 这一计划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有人认为这是一次深刻的司法反思和重塑 而有人担心可能导致司法系统不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华盛顿的一天阳光下 美国总统拜登为公众揭开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这项计划旨在彻底变革联邦最高法院的运作方式 面对即将结束的任期 拜登再度展现了他改革的决心 宣布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这些措施不仅包括将大法官的终身任期限制为18年 还计划每两年任命一名新大法官 以确保最高法院的动态性和多样性 拜登希望通过这次改革 重新建立公众对美国司法系统的信任 白宫在周一的声明中明确表示 拜登的改革计划旨在解决公众对最高法院信任危机的担忧 近年来 最高法院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屡遭质疑 尤其是在一些备受争议的案件中 很多人认为法院的判决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拜登认为 限制大法官的任期可以防止司法权力的过度集中 从而确保法院能够保持公正和独立 在这次宣布中 拜登的提案包括三项主要内容 首先 提议将大法官的任期限制为18年 这一改革旨在解决现行制度下 大法官终身任职带来的权力集中问题 拜登认为 18年的任期既能确保司法独立 又能避免权力的积累和滥用 其次 拜登提议每两年任命一名新大法官 这一措施不仅能确保最高法院的组成更加多样化 还能使其更好的反映社会的变化 拜登希望通过这一改革 使最高法院能够更加动态地回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避免思想僵化和保守化 最后 拜登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以提高最高法院的透明度和问责性 包括要求大法官公开他们的财务状况和利益冲突 并加强对大法官行为的监督 拜登认为 这些措施有助于重塑公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 然而 这一系列改革提案在国会引起了剧烈的争议和讨论 尽管许多民主党人支持拜登的提议 共和党人却坚决反对 参议员麦康奈尔表示 这些提案注定失败 并指责拜登试图通过改革削弱最高法院的独立性 麦康奈尔指出 最高法院的独立性是美国宪法的重要基石 任何试图削弱这一基石的行为 都会对美国的司法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尽管面临重重阻力 拜登在周一的讲话中明确表示 他将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些改革 他强调 只有通过大胆的改革才能真正重塑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确保司法公正和独立 拜登的承诺无疑展示了他在任期最后阶段的决心和勇气 这一改革计划迅速成为法律界和公众讨论的热点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 限制大法官的任期和增加透明度的措施 将有助于提高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然而 也有专家担忧这些改革或许会导致司法系统的不稳定 甚至可能引发宪法危机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拜登的改革计划无疑是一项大胆的尝试 旨在解决美国司法系统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作为改革的一部分 拜登还提议修改宪法 以明确规定总统在任期间也不能享有豁免权 这一提案的背景是为了推翻最高法院近期做出的裁决 该裁决赋予了特朗普和其他前总统在任期间涉嫌犯罪行为的豁免权 拜登的这一举动在美国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特别是在他宣布退出总统竞选 并将改革最高法院列为他剩余任期的重点任务之后 尽管拜登的提案在分歧严重的美国国会 几乎没有希望过关 但他的决心和勇气仍然值得称道 拜登的改革计划不仅仅是对现有制度的挑战 更是对美国司法体系的一次深刻反思和重塑 在拜登的提议中 他还特别强调了为大法官定立行为守则的重要性 这些行为守则旨在确保大法官在履行职责时 能够遵循最高的道德和专业标准 避免任何形式的利益冲突 拜登认为 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真正确保 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拜登还计划成立一个 由法律专家、学者和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 负责研究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 拜登对这一委员会的工作充满信心 相信他们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 目前 美国社会对最高法院的信任度正在下降 近年来 最高法院的一些判决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尤其是在涉及堕胎、枪支管制和选举法等敏感问题上 许多人认为 最高法院的判决越来越偏向保守派 无法反映社会的多元化和进步需求 拜登的改革提议得到了民主党内许多成员的支持 但也面临着共和党的强烈反对 共和党认为 拜登的提议是对最高法院独立性的威胁 可能会导致司法系统的政治化 尽管面临重重阻力 拜登表示 他将继续推动最高法院的改革 他强调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拜登呼吁国会两党能够放下分歧 共同努力 为美国的司法系统带来积极的变化 拜登的这一提议 无疑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 美国政治和司法领域的热点话题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一提议都将对美国的司法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 拜登的改革计划展示了一位领导人 在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 也为美国的司法未来绘制了一幅新的蓝图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在其任期的最后阶段 提出了一项涉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重大改革计划 这一提议的中心内容包括 将大法官的终身任期限制为18年 并每两年任命一名新大法官 此举旨在解决近年来对最高法院公正性和独立性的质疑 同时还计划引入一系列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性的措施 当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一旦被任命 便可终身任职直至退休或去世 这种制度在历史上被认为有助于维护司法独立 但近年来受到批评认为其可能导致司法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决策上的思想固化 拜登的改革计划通过设置18年的任期限制 旨在避免上述问题 同时保持司法独立性 拜登的提议还包括每两年任命一名新大法官 以确保最高法院的构成更具多样性和动态性 这有助于避免长期任职大法官导致的思想僵化和保守化 通过这一举措 拜登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的多样性和变化 此外 拜登还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最高法院透明度和问责性的措施 这些措施将要求大法官公开他们的财务状况和利益冲突 并加强对大法官行为的监督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重塑公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 确保其公正性和独立性 这一改革提案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许多民主党人支持这一提议 认为其有助于恢复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然而 共和党人则强烈反对 认为这一提议是对最高法院独立性的威胁 共和党参议员米奇 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 称这些提案注定失败 并指责拜登试图通过改革来削弱最高法院的独立性 尽管面临重重阻力 拜登在讲话中表示 他将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些改革 他强调 只有通过大胆的改革 才能真正重塑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确保司法公正和独立 拜登的这一提案 不仅仅是对现有制度的挑战 更是对美国司法体系的一次深刻反思和重塑 部分法律专家认为 限制大法官的任期和增加透明度的措施 有助于提高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但也有人担心 这些改革可能导致司法系统的不稳定 甚至引发宪法危机 拜登的改革计划还包括修改宪法 以明确规定 总统在任期间也不能享有豁免权 这一提议的背景 是为了推翻最高法院 近期赋予特朗普和其他前总统在任期间 涉嫌犯罪行为的豁免权的裁决 拜登认为通过这些改革可以确保司法系统 更好地反映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需求 总的来说 拜登的改革提议 旨在解决美国司法系统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重塑公众对最高法院的信任 并确保其公正性和独立性 尽管这些提议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阻力 但其对美国司法系统的潜在影响是深远的 未来几个月 这一计划能否顺利推进 将成为美国政治和司法领域的焦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拜登的改革计划无疑是一场必要的革命 限制大法官任期为18年 这就像给了最高法院一个定期清洗的机会 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和腐化 看看历史上那些终身制的弊端 老毛病拖着不改 结果就是一潭死水 拜登要让最高法院焕发青春 这不是太酷了吗 楚天书 你这是在玩火 终身制的设计是为了保障司法独立 防止法官们因担心下台而被政治干预 你难道忘了 宪法是我们国家的基石 拜登这提案就像是拿锤子砸基石不紧不酷 还可能造成司法系统的全面崩溃 谢琪琪 你这话就像是在说 埃及的法老永远是对的 因为他们统治了数千年 我们都知道 权力越集中 腐败的风险越大 设定18年的任期限制 并没两年引入新大法官 这就像给最高法院注入新鲜血液 带来更多视角和更公平的判决 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吗 楚天书 你是不是忘了 埃及法老的统治不是因为终身制 而是因为法老们的金字塔 我们也有我们的金字塔 宪法和法制 最高法院的独立性是为了确保司法系统不被频繁的政治更迭所影响 如果每两年换一次法官 你想象一下 那些经验丰富的 对法律有深刻理解的法官该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一个菜鸟法官联盟来审理国家大事 谢奇奇 让我们现实一点 谁也不是神仙 终身制只会让人们在位子上坐到屁股发麻 十八年已经足够长 可以积累丰富的司法经验 你说的金字塔 拜登正在把它现代化 如果你还想着维持现状 那我们就只能等着被历史的车轮碾过 再说 更多的轮换意味着更多的透明度和问责 这难道不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吗 楚天书 现代化不是拿炸药去拆金字塔 透明度和问责是好事 但不能以牺牲司法系统的稳定性为代价 你看 法国大革命搞了一场大清洗 结果呢 恐怖统治 拜登的改革方案可能会把最高法院 变成政治斗争的决斗场 没两年一换 你觉得那些法官会有时间和精力 去思考长远的司法问题吗 我们需要的是稳定和深思熟虑 而不是频繁的政治风暴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美国总统拜登在其任期剩余 仅六个月之际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旨在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进行重大变革 这项提案包括将大法官的终身任期限制为18年 并没两年任命一名新大法官 拜登希望通过这些改革 重塑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并应对近年来最高法院频频受到质疑的问题 毕竟最高法院在一些备受争议的案件中的判决被认为 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已经严重影响了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信心 拜登的改革计划包括三项主要内容 首先是将大法官的终身任期限制为18年 这样可以在保持司法独立的同时 避免权力过度集中 其次每两年任命一名新大法官 确保最高法院的组成更加多样化和动态化 避免思想僵化和保守化 这一提案旨在更好地反映社会的多样性和变化 最后拜登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最高法院 透明度和问责性的措施 包括要求大法官公开财务状况和利益冲突 加强对大法官行为的监督 这些措施无疑将有助于重塑公众 对最高法院的信任 尽管许多民主党人支持拜登的改革计划 但共和党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例如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认为 这些提案注定失败 并指责拜登试图通过改革削弱最高法院的独立性 然而 拜登并未因此退缩 他在讲话中表示 尽管面临重重阻力 他仍将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些改革 他强调 只有通过大胆的改革 才能真正重塑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确保司法公正和独立 拜登的改革计划还包括提议修改宪法 以明确规定总统在任期间也不能享有豁免权 这一提案的背景是为了推翻最高法院 近期赋予前总统特朗普 以及其他前总统在任期间涉嫌犯罪行为的豁免权 这一举动无疑在美国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 尤其是在拜登宣布退出总统竞选 并将改革最高法院列为他剩余任期的重点任务之后 尽管拜登的提案在分歧严重的国会几乎没有希望过关 但他的决心和勇气仍然值得称道 此外 拜登还提出了定立行为守则的建议 旨在确保大法官在履行职责时 能够遵循最高的道德和专业标准 避免任何形式的利益冲突 他还计划成立一个由法律专家 学者和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 负责研究和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 这一委员会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确保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然而拜登的改革计划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争议 支持者认为 设立大法官任期限制和增加透明度的措施 有助于提高司法系统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但反对者则担心 这些改革可能会导致司法系统的不稳定 甚至引发宪法危机 总的来说 拜登的改革计划是一项大胆的尝试 旨在解决美国司法系统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未来几个月 这一计划能否顺利推进 将成为美国政治和司法领域的焦点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一提案都将对美国的司法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 拜登的决心和勇气不仅体现了他对司法公正的承诺 也反映了他在面对困境时的坚定立场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